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赵丽颖录节目却遇到小baby,看清她下意识动作,当妈的都懂。 虽然说中餐厅寺正在录制,但其实为了增加曝光度和热度, 关博闷声分享了嘉宾给考生加油打气的视频。 在视频中,每一位明星合伙人都是笑嘻嘻,想必录制综艺氛围一定是相当好吧。 但其实想想,除了李浩飞还是单身,赵丽颖,黄晓明,张亮以及林树薇都是父母, 他们不争不抢的心态怎么不会让这一季节目有如此融洽的氛围呢? 毕竟父母者心态都很服气了吧。 一般来说,每一个升级为父母的人,心态方面都是超级好, 而且看见小朋友也是忍不住露出慈祥的笑容。 这部,赵丽颖和黄晓明等人除了在综艺善待单身人士李浩飞之外, 其实在录制节目过程中,赵丽颖也是遇见了小baby。 虽然说生徒比较模糊,但是细看视频,大家定然是会发现, 黄晓明和李浩飞等人都在跟屋主沟通, 唯独赵丽颖,她全程都是看像小baby。 因为小baby才几个月大,因此母爱泛滥的赵丽颖, 她则是不由自主弯腰,然后嘴巴念念有词。 虽然说不知道赵丽颖在说什么,可是细看赵丽颖一脸温柔的表情, 再看看赵丽颖嘴巴嘟嘟的模样,大家一看就知道银宝是在哄娃吧。 毕竟赵丽颖也是一名妈妈,她哄娃也是有经验了, 加上当妈的都懂,遇上如此可爱的小baby,谁能挪得动脚丫子丫。 果不其然,赵丽颖是被小baby给迷住了,在节目后录制过程中, 赵丽颖下意识伸出小手手,然后还轻轻捏住小baby的小脚丫子。 那么看到这一幕,小编我真心感慨,赵丽颖也太有爱了吧, 结婚生子后她跟寻常妈妈一样, 看见小baby就真心觉得她们是可爱的小天使吧。 但话说回来了,已经当妈妈的赵丽颖,和仍然是单身的李浩飞, 其实两人差距还真的是不小。 并不是说李浩飞不喜欢小朋友,只是看看赵丽颖动作, 每当赵丽颖遇见了小朋友,她的眼神总是会不由自主变得很温柔, 而且一看就知道有当妈妈的母爱感。 这不,无论是几个月的小baby,还是几岁大的小朋友, 赵丽颖都是会下意识尝试哄娃,如此自然有爱的动作, 当妈的人都懂吧。 可其实吧,当妈的人一定是很懂赵丽颖的行为, 虽然说在街上会遇见很多形形色色的小朋友, 即使会遇见陌生的小朋友, 但是宝妈却仍然控制不住去哄娃, 也许这就是天生的母爱和本能吧。 因此,在路透中, 赵丽颖一见到萌娃就挪不开脚丫子, 其实这个行为大家也能理解。 赵丽颖捐助物资被扔, 结果事实是这样,当事人回应了。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个照片, 趁自己所在小区收到了赵丽颖捐助的物资。 照片显示大卡车上装满了整整一车物品, 车上写着赵丽颖持员上海抗议的醒目字样。 据了解, 这批捐助的发放对象主要针对困难老人及社区弱势群体。 她本人献爱心, 同样的十分低调, 对捐赠物资一事之字未提。 赵丽颖的这一举动不禁让网友十分感动, 趁她是一位有爱心的好演员, 十分真诚实在, 满满的都是正能量。 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回馈社会, 令人十分敬重。 赵丽颖, 原名叫做张明娟, 后因参加选秀改了叫做赵丽颖。 1987年10月16日出生于河北省狼房市, 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歌手。 代表作有陆珍传奇, 新环朱格格, 追于传奇等。 2006年, 因获得雅虎搜星比赛, 冯小刚组冠军而进入演艺圈。 同年, 在冯小刚指导的广告片贵族片中担任女主角。 2011年, 因在古装巨星孩朱格格中饰演, 情而易角而被观众认识。 自从陆珍传奇之后, 赵丽颖就火得不要不要的, 每部作品都自带话题属性。 捐助物资, 献爱心本来是件好事。 可谁能想到, 某些不良的媒体人为了博取流量眼球, 歪曲事实, 居然造起了谣。 网上就传出了赵丽颖捐助的整箱物资, 被人扔进垃圾车, 还配上所谓的聊天记录证据。 不久后上海官方出来辟谣, 说已通过正规途径找到了拍摄这段视频的马女士, 并证实视频中环卫工人处理的是马女士的物资。 马女士趁, 她从事酒水等食品经营, 由于疫情原因, 自己的大部分农产品已无法销售, 腐烂严重。 于是她决定把这些都扔了, 视频里的物质都是她的, 扔掉的都是自己的东西。 事发当天, 环卫工人将相关腐烂农产品连箱装入垃圾运输车内。 她还恳请大家不要造谣。 希望银宝能够带给我们更多好看的影视作品。 喜欢可以给个关注, 小编将持续分享不一样的娱乐视角, 关注不迷路。 赵丽颖的元气少女感太惊艳, 关键点在于眼影倒置, 无辜感爆棚了。 话说如今崇尚白幼兽的桂圈, 似乎很流行走少女人设, 女明星千篇一律的通稿中, 少女感这个词的出镜率居高不下。 但是大家知道吗? 年轻和少女感完全不是一回事, 因为少女感这件事件和年龄无关, 就好像桂圈从来不缺美女, 但说到真正有少女感的, 很多人首先就会想到赵丽颖。 近期她回归中餐厅舞, 身穿The Open Product绿色开衫搭黑色T恤, 搭配黑色竖脚裤马丁靴的造型又美又酷, 少女感和女人味把握得刚刚好, 明明已经翻身做了尊贵客人, 可是看到客人到店无人接待的她, 临时担起了招呼客人的责任, 就像合伙人DNA动了一般。 我们丽颖实在是太可爱了。 虽说离婚后有段时间整个人状态略显悄, 但她很快调整了过来, 而且气质也变好了非常多, 相比较以往姿态上的声色感, 让人略微感觉到的不自信, 近期的赵丽颖不仅气质变得成熟精致, 整个身形不再拘谨, 变得自然又舒展。 同时, 她标志性的小圆脸同样带给了 她由内而外的女人位, 在满是锥子脸横行的桂圈, 就更显难能可贵。 虽说圆脸对五官要求较高, 很容易显得小家子气, 但赵丽颖的姓胡大眼和挺, 翘得鼻梁帮了不少忙, 整体的长相透着少女的感觉。 在娱乐圈魔力了这么多年, 赵丽颖这些年的变化也是有目共睹, 颜值从早期的略显吐气, 到现在给人一种优雅又大气的感觉, 妥妥地晋升为女神级人物。 这其中除了红气养人之外, 个人觉得她的妆容变化, 让她外形改变也不小, 给颜值加了不少分。 看到这里, 想必大家都有疑问了, 赵丽颖究竟是靠什么化妆技巧, 拥有经验的少女颜的呢? 正好有赵丽颖的御用化妆师穆建明, 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组赵丽颖仿妆, 强调了她妆容中的五大重点, 从圆脸修容, 小鹿眼妆技巧一应俱全, 通通学起来, 免动刀也能拥有丽颖同款高颜值。 重点一, 上妆前先用美容仪。 穆建明老师表示, 她每次在帮赵丽颖上妆之前, 一定会先用美容仪来按摩脸部, 然后再涂抹妆前乳, 不仅能迅速地帮助消除水肿, 也能让后续底妆更服贴。 重点二, 先进行眼部遮瑕, 再画下半部底妆。 想让底妆看起来更干净, 穆建明老师也建议大家, 先进行眼部及额头遮瑕, 接着再画下半部分的底妆。 也就是从需要较多遮瑕的部位开始上妆, 再慢慢带到嘴角和下巴, 如此一来, 就可以避免后粉的情形, 让底妆最大的用量放在最需要遮瑕的位置, 这样的上妆方法才够聪明, 也是赵丽颖底妆通透的不二法则。 重点三, 小鹿眼妆。 让赵丽颖妆容看起来仙气爆棚, 还有一大关键就是小鹿眼妆。 也就是用土棕色眼影点铺满整个眼窝, 再采用倒置眼影的方法, 把粉色眼影晕染在眼睛下方, 可以让眼型看起来更圆润, 楚楚可怜, 可以说是最昭桃花的指南斩眼妆了。 倒置眼影的画法, 也是这两年相当火爆的美妆趋势了, 能够很好的缩短中停, 还剧剧剧减零, 又醇又郁的感觉, 让你立刻氛围感满满, 轻松帮你搞定日常眼妆。 照丽颖同款倒置眼影步骤。 Step 1, 用眼影刷站取浅棕色眼影, 大面积晕染上眼皮及下眼瞼后三分之一处。 Step 2, 接着再沾取腮红色轻轻扫过下眼瞼半月处。 Step 3, 用较深的茶棕色眼影叠加在眼瞩处至下眼瞼后三分之一处。 Step 4, 用亮片色点缀眼皮中央, 刷上睫毛膏就完成了。 重点4, 腮红位置高过鼻尖。 原来小圆脸涂抹腮红, 也是暗藏玄机的。 咱们平时画腮红, 都会涂抹在苹果肌的位置, 但因为腮红大多含有珠光亮片, 如果上在颜骨处反而会放大圆润感, 建议可以涂抹在鼻尖水平位置的上方, 以眼尾向内呈现水滴状, 更能达到粉嫩好气色的效果, 又不会视觉上显脸大。 重点5, 圆脸修容加强下额线。 最后, 进入最关键的修容步骤, 建议大家拿出三色修容盘, 利用中间色刷在耳下至下巴这段的下额线, 以少量多次, 由外向内的手法。 轻轻刷三次, 五官立体感马上出来, 小圆脸也能无终生有力刻呈现下额线, 这招一定要学起来。 赵丽颖的同款妆容重点, 你get到了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